讲修行 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产心学院 聆听大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1305 观察自己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景德传灯录的公案和对话 让你叹为观止 开悟的人应对进退 与常人不太一样 所以悟道的禅师 会直接来唤醒你 提醒你那是什么 而非叫你解释 初学者可以解释 但是如果你要悟道 你不可以停留在这种状态 否则你是很难突破的 刚开始 你会不知所措 那没有关系 你会好像又聋又哑又瞎 那种状态 就像同盟 一个孩子还未被启蒙 如果你没有那种状态 你太聪明了 就没办法 那叫做食心作祟 你没有办法离开心意识 你悟不了道 用方法 比如墨罩禅 画头禅 是禅师方便的手法 而曹熙不用这些方法 接下来 我要讲的就是 害你们的话 你有心吗 你说师父如何认识真心 真心到底是什么 真心就是妄心 妄心是什么 就是真心 你现在讲话的那个心就对了 但是 如果你进入教下 就开始研究真心与妄心 如何去妄心 悟真心 你就绕一大圈 好像把所有的经论都读完 讲得很圆满之后 才开始要去认识心 你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要去认识它 先莫管真妄 真妄是方便说 你为什么会有贪欲 你为什么会有称恨 你为什么会有我慢 这些概念 理论上叫做妄心 但是它还是心 没有第二颗心 它是迷失的心 但是 它本身就是心 你去认识 你是如何迷失的 看下去之后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人 原来 我心里面躲一个疯子 你一定会见看到疯子 都是它在那边胡思乱想 好像这个世间的定律 好像这个世间的定律 规律 法则 都是它自己定的 它好像是主宰 它好像是神 其实 它是暴君 看到疯子之后 仅仅是开始而已 继续看下去 你会看到里面藏一个恶人 你会看到你内在种种的不堪 种种的虚伪 你会看到你在逃避 包装 掩饰 你会看到你想尽办法 再贬低别人 打压别人 然后 你会看到你想尽办法 要凸显自己 看到恶人的时候 你不要灰心 你要再继续看下去 恶人看下去之后 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人 一个罪人 所谓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一切贪嗔痴 恶人和罪人不太一样 恶人是看到自己的龌龊 罪人 就是承认自己的错 再看下去之后 你才会看到你自己 是一个软弱的人 前面的那些动作 都是为了掩饰你的软弱 与无能 所包装出来的产物 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有更大的感伤 你会有更深的感慨 最后 再看下去 你才会渐渐 看到人的根本 我简称之为原人 即原来的人 再看下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不是人 这个时候 我执才会破 不是人之后 清静现前 以上我所谈的 都是害你们的话 我只是描述你对本来 你不认识的人 一直观察下去 你会对你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认识 我只教你认识而已 你时时时刻刻都可以认识 你不用选择任何时空背景 所以 不影响你的生活 工作 这样的体悟 是很自然的体悟 你当下 就受用 文后思维 你愿意直接 面对自己的内心吗 心平 何老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组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